那毁灭宗教文化呀等等这些东西都属于负面的 是不准拍摄也不准见报的 但是我都是偷偷就拍了一些 拍了之后又偷偷就把它藏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到了今天我才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历史 这本书是非常特殊的历史一线 同时照片本身都是出色的艺术作品 都是很了不起的摄影作品 在保存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最终还是出版 这些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照片 包括了一些表现文革的经典作品 解放军战士王国祥 当时被诉成 国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刁兵 这个五岁的小女孩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这些大人们大代表的心里都知道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 在那个时候就像皇帝的心意一样都在说假话 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美兵 总共有1100万人参与其中 毛泽东的检阅车开过去之后 不未必马上就在雨露本上记下来 这是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 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画面中的女孩正在查自己写了多少个罪子 这个罪本来是一个罪就是罪了 两个罪还是罪 三个罪十个罪一百个罪还是个罪子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 终于毛主席要表现出自己的忠心来 就比谁写的罪子最多 李正盛和其他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定下了很高的标准 他们希望读者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能够获得当年李正盛通过许景峰和文革的原始人权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纽约报道 告别了李正盛 我们要带您去认识一对特殊的异国母子 艾米和小福 艾米是一个风风火火的美国人 脾气火爆 开车在路上都会和强盗的卡车司机吵架 而小福呢 她是一个腼腆的中国孤儿 喜欢画画 连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就是这样两个天差地别的人 却在同一个屋檐下 高兴相处了整整一年 他们的母子情分更是感动了周围的很多人 我叫艾米路易斯 住在华盛顿DC 我一共去过中国五次 第一次是在1995年 我的好朋友卡罗尔 要我陪她去中国领养一个孩子 2001年我们再次去中国 因为卡罗尔想给洋女找一个妹妹 艾米没有想到的是再度来到中国 就让她和合肥市儿童福利院 一个素衣平身的中国残疾青年 结下不解之缘 我叫福省君是今年三十 我是孤儿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福利院嘛 孤儿院姓福福利院 所以我就跟着福利院姓福 被父母遗弃的福省君患有先天性 孤儿麻痹症 只有一只手一只脚没有活动 但是她却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职业高中毕业后 留在了福利院成一名法资源 那时候艾米去到福利院去 我因为我在上班 我在门口看 一群人观念很热闹 就说话 有外国人我就好奇 去在门口看 我走上去对小福说 你好吗 这是我唯一懂得的中文 小福却让我大吃一惊 当然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看着我 用完美的英语 对我说 我很好 你呢 你过来 然后我们打招呼 把我的画展给她看 然后我们就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幅 美到无语伦比的中国画 太棒了 绚丽的色彩 小鸟 岩石 画非常大 有大约五英尺长 非常长 我看了 简直难以呼吸 在那一刻 我的生活 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艾米说 她第一次来中国时 就对苏州一个福利院的小男孩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当时 艾米脑子里 从来没有过收养孩子的念头 几年过去了 那个小男孩的身影 学会治母区 自己本来是可以为这个孩子 做些什么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不幸 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 如果你正好遇到 什么你可以帮助的人 你应该永远对他们说 让我来帮助你们 这一次 艾米不想再错过和小福的缘分 但由于小福已经超过十六周岁 艾米想要正式收养小福 一定不可能 一加一是美国儿童领养机构 专门为超龄的孤儿 设立的一个结对子的项目 我们非正式地确立了领养关系 小福是我的儿子 命运似乎第一次 对这个孤儿展开了笑脸 2004年9月 小福去上海签证 之后有两个星期 他音信全无 这非常不正常 后来我和孤儿院院长通了电话 才知道小福得了肢肠癌 我不怕走 从来没被死一口 是真的能静 跟我讲 癌这样 我没觉得 一下子吃不下饭 睡不着要眉 那时候我就起到他 我怕走高楼 我觉得 你瞒着我 我觉得他真的没得比 到时候我听到了 我根本没有害怕的 因为我感觉不到有很多困难 因为我遇到的太多了 因为我回去了 这是困难吗 不是困难 2005年10月 病情稳定下来的小福 终于有机会 以探亲访友的先生 来美国和爱你团聚 爱你自己有一家公司 专门为美国的共和党 筹集竞选资金 那个工作日 爱你都带小福 来这个位于波多马克河边的办公室 开始有点想了 但是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要想专业不容易 因为你作为一个参见 要出门不容易 你这家闭门造车 你怎么可能 画着很高的 达到很高的境界 我觉得 有点困难 我觉得也 只能作为一种爱好平时 休眠一点时间 爱你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每个星期天 他都带小福去教堂 2005年10月 爱你带小福 参加一个全美医疗改革报告会 与会的布什总统 还特意走到小福身边 留下了这张小片 我曾经问过小福 见到布什总统